拿獎後很開心 但下台後就背後一樑 因為他們剛才說很Over 下面的工作人員不斷封我 叫我快點 誰知我竟然多謝了駱小姐 所以拿獎後一坐下 背後一樑 如座心煎的感覺 對呀 我講漏了一個人 我立刻轉面 就跟駱小姐說 媽媽 對不起 我講漏了你 現在補回港 多謝駱小姐的栽培和提葵 我會繼續努力做演員的本份 多謝 對呀 剛才丁子朗 死仔包 說拿完飛躍 很多人等了很多年 又什麼什麼 然後馬國明在台上 他有紀錄 四屆的最喜愛角色 我覺得他們在腰擁我 因為我拿完飛躍之後 好像沒有拿過獎 對呀 到現在這麼多年 之後才拿回 我生氣了 我刻想翻台 對呀 會不會想威比他們 不是說笑 不是真心的 因為這麼多年的訪問 問我拿獎 其實對我來說 真心是不重要的 我是覺得觀眾看 繼續喜歡看我的演戲 看我的劇 看我的電影 這個反而是最 令到我最安慰和最開心 獎當然是 枕上天花 可以說是 如果沒有TVB 沒有那麼多的劇 沒有講劇 的話 大灣區都沒有人認識我 我真心是要多謝 多謝TVB所有的監製 用過監製 提携過的人 會不會想多謝TVB 會不會想多謝TVB 可以的 因為我現在在拍《法性先鋒6》 其實過兩天還要去日本內景 所以我可以的 因為我很開心地 現在的拍劇 看得到他們的進步 比起以前和現在的拍劇 整個系統 整個製作 不斷在進步 我都很開心 因為可以說是我梁家 或者是我母校 可以說是TVB 所以看到大家都在進步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不是說 真的 獎對我來說 是感上天花 最重要是大家喜歡看我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讀演戲出身的人 因為我是不斷拍戲 不斷在學 學到有一天 真是學成師 大家會繼續喜歡看我演戲 我會覺得很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